各位都知道这数位化 其实在各行各业里面 数位化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像我们在餐饮宴 我们可以用iPad去点餐 那其实在医疗的这个场合来讲 数位化有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尤其在我们这个牙科里面 大家好 我是那个维于牙医诊所的张检医师 今天呢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个 我们临床上的一个利器 一个最新的武器 那在数位化的这个牙科治疗里面 那其实很多的材料 各位病患如果说有没有接受到这个治疗 应该是有机会体验到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口扫机 然后我们扫完了这个资料以后 我们传送到这个数位的这个设计软体 在上面做设计 这是一个那个目前现今一个主流的 一个数位化设计方式 那但是这也会很大一个缺点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技师 就是帮各位制作假牙的这个技师 他没有办法看到各位的一个脸型 我们比喻来说好了 就像各位有应该有在网路上买过衣服 对不对 可是你在网路上买的衣服 不管怎么样去对尺寸 总不会比你去店家 是尺寸的来得更准确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数位化质量 目前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 因此我们会在这边 我们在诊所我们有准备了一台 我们称为FaceHunter 这台机器可以将我们病患的这个脸型 跟的3D资料直接传送给技师 这就像病患本身 我们站在技师面前 让技师帮你做设计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我们要弥补这个缺点 我们就利用这个我们的FaceHunter 这个脸部扫描机 来进行那个诊断跟设计 这张照片是我们的一位病患 各位看到已经状况不是很好 牙齿有缺牙的也有牙周病也有俱牙 这是一个圈口呈进的一个证例 第二张这是我们的设计的一个档案 当然中间有很多那个诊断 我们先跳过去 我们最终是可以看到 我们左边这张照片 这是一个树前的一个摇合位置 我们利用我们的脸部扫描 跟我们的数位那个电子面弓 可以说来去决定这个病患的 它的那个摇合位置 那右边的就是我们最终设计好的一个位置 跟它的一个唇形 可以看到唇形有明显的变化 跟它的脸形有一定变化 那当然我们又跳了很多的那个步骤 这个是这位病患 他最后装完牙的一个状况 不管是他的那个外形 或是他调和功能 或是颜色 能达到一个病患 他所需要的一个状况 各位可以看到说 刚才的那张照片 可能牙齿有点黄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的病患 他是一位男性 他也不希望说做的太美白的颜色 所以这病患他的需求 我们就做一个男性化的一个牙齿 那可以看到 他这副牙齿在他口内 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协调性 不管他的那个笑容也好 或者是他颜色外形 跟他功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那以上就是我们利用这个FaceHunter 就是我们的脸部扫描机 再配合传统的一个数位治疗的流程 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其实不止这个全口重建 其实在于一些美学上的治疗 或甚至矫正的治疗 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脸部扫描机 来确认我们的脸型的变化 或者是我们的软组织的一个变动 如果大家有兴趣 欢迎大家来试试